受疫情影響,本港航空業冰封接近三年 就連全球最大獨立航空膳食供應商Gate Group旗下的街尾空廚 也要變陣國展非航空的業務 在2021年尾創立新負線Planner Foodie 實行由三十尺高空降落市區轉型做外賣生意 你會問一下為什麼我們當時會有這個想法呢 首先因為疫情,外賣變成一個熱門的行業 也有一個很大的需求 我們看準了這個需求 我們決定公司投放資源去做這一門的生意 因為我們本身公司是做航線起家 但在香港來說 我們的業務主要都是集中在航空業務上 但因為當時疫情航空業務 都是比較走下坡或比較淡的情況 所以我們都希望有一個不同方向的發展 但原來由做飛機餐到落地做外賣生意 所面對的挑戰是很不同的 其中一樣難題就是選分店的位置 在整個過程裏面 其實我們有很重點去留意 就是我們那個外賣的質量 以及哪一個地區有一個比較大的外賣的需求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元素 我們就會去想 我們應該在香港哪一個區域開我們的分店 在短短的一年間 Planet Foodie就已經有七間分店 現在記者就先去他們位於黃竹坑的外賣分店看看吧 搭正中五十二點 店裏面人山人海 有百多OL在店裏面點單 另外有部份OL就到場領取透過手機落單的午餐 當中更有不少外賣員現場等單 百多呎的店面迫到垂涉不通 而廚房裏面四個廚師雖然忙於處理數百個訂單 但顯得得心應手十分淡定 不過店長就透露原來開業的初期並不是這樣 而且還遇上過波折 其實這裡的客人給我們的資訊資料都很正面 最難忘就是其實最初開的時候 最初開的時候有點亂的 剛剛開頭兩三天 客人都很包容我們 另外難忘一點的就是當我們開了之後 大家記得一些新聞 就是要禁隔離或禁堂食 那些越來越厲害 我們有很多生意 然後很多辦公室都各自會有work from home 那就變成生意一路就少了 但相對我們在外賣那裏 那個平台外賣平台那裏又再多一點 所以是當時很受政府發放的消息 去影響我們的生意 現在生意就正常的 正常翻 外賣生意開始上軌道 但防疫政策又添變數 近日港府開始放款堂食 有見及此Planter Foodie 上個月亦都在演練出Planter Foodie Prime支線 實行外賣堂食雙線營運 打卡的窩夫 精美的全日早餐 噴噴噴的炸雞 Planter Foodie Prime開業只有短短一個月 但由於鄰近炮台山東岸公園 所以已經吸引到不少家庭客 附近做事的OL 及喜歡打卡的年輕人來光顧 店主還說最近遇到一件窩心的事 要跟我們分享 開了差不多三個禮拜 現在最難忘的一件事是 我們的客人來了 真的很喜歡我們的產品 及環境 他們會跟他們的家人和朋友 去幫我們宣傳 這樣幫我們帶到多些銷售 多些朋友會來支持我們 見到這件事的時候 有時會問客人你是怎樣認識我們 有些會說是OpenRise或IG 不過聽得最開心的就是 其實我媽媽教師 跟我們說是有Planter Foodie Prime的 或者是我朋友介紹的 對我來說 或者對每間餐廳營業的公司 都會這件事是最好的宣傳 事實上經歷過疫情之後 家美亦都認為要將安先危 努力求變 生意才會可以平穩發展 其實我們這個轉型 亦都是一個大勢所趨 因為整個生意 是需要一個平衡穩健的發展 如果我們在航空業復甦之前 我們完全沒有涉足這類生意 但是考慮到如果將來的情況 遇到這樣的危機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個應變 所以在過往的時間 是一個好鍛鍊的期間 令到我們可以發揮到 另外一門生意的優勢 平衡整個生意穩健的發展模式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